中華文化講關帝 主持陳祖光 回到中華文化講關帝 剛才我們也講了很多很有趣的典故事跡 我又想回到阿邦 我知道你自小習武 你怎樣看關帝的認識 你從何時開始認識關帝 然後你去習武的過程 其實我自出良胎就是學功夫 爸爸教的 小時候就知道爸爸是拜關公 一來我們打功夫的人 很崇仰關公的精神 和他的威水時跡 打功夫就說可以打 關帝總之一個出來 一人當關就萬夫莫敵 我們很小時候已經拜關公 爸爸的精神就是 紅臉關公 有文武咒 有黑鞋和紅鞋 有很多種歷史底蘊 所以我們了解的關公 最主要就是精神 真是正義到不得了 總之我就連走過 眼睛都不會側掃的 就是那種感覺 那種模型之中 已經將你內心的正義 提升了出來 沒錯 所以又有關公精神的重要性 Anti 你又怎樣看呢 因為你是跟我們爭了一代人 那你們又怎樣看呢 反而在關帝這個武德 還有可能跟現代之間的平衡點 那就是可能 例如如果現在要去學習武 可能會參考一些現代化的方法 例如在學校學藝術 你都不是就這樣去畫幅畫 你都要知道畫後面 他想表達那些意思 那些引申出來的含義 那你去灑兔拳 剛才我們提及到 他背後有很多這些 中華文化的精神 就包括那些專師眾道 那些師徒去傳承下去這些文化 那不是這樣灑兔拳 而是要了解當中的文化 那其實你講到文化 或者灑兔拳當中的文化 其實我們一講 無論是武術的武德 以德服人 就不是以力服人 或者以武服人是不對的 以德服人 就算是會打功夫 武術界也是這樣 阿邦你怎樣教徒體 我們教徒體首先很簡單 就是功夫不用擅長 最終人品是很重要的 人品就是我們家 我們不會說到很雲大 要怎樣擱監 我們從小教導 當然要敬愛我們的同門 兄弟姐妹 一定要尊重長輩 為什麼我們連吃飯的規矩 都仍然流傳著 師父還沒夾 你們就不會夾 師父還沒坐 你們就站在那裡 這個可能是很傳統 其實這些思想 是沒有脫節到的 我們中國人就是有這個 很好的禮儀 我們又不是要請強 每個門派 師父你不是最打得的 不是 只不過我徒弟到現在 一直教著 去到幾時幾刻 他都會 就算很久沒有回來 看到師父 馬上會 馬上會 師父叫聲 你 好像他出街 有什麼行為 我們是預先告訴他 有哪些做得 哪些不做得 正如 政府給你做的 就做得 政府不給你做 就不做得 這些很簡單的氛圍 我們 一來要站身要靜 但是 也好像 我們一早說 我們又接納一些 不是說 個個讀書仔 100分 就算他在街上撿回來 周圍的 我們的惹孩子 我能夠令到他不要再惹下去 現在可以有個正當職業 已經在我們立場 已經是教好了徒弟 其實阿邦 這樣說 我又想起 其實我們在清末 民初或者到香港開埠的時候 其實教育都不是很普及 那武館是否發揮了這種角色 譬如說 很多人沒有錢讀書 來了武館學武 你也會教導他們做個好人 沒錯 其實那個年代未到我 我聽我公說的時候 以前他們武館 其實是一個 好像一個托兒所 大家庭 就算以前有偷套詞話 各方面 有些師兄 我們叫師叔伯 來到 沒有飯開 阿公也是 請他吃飯 連阿太 我們叫師太 來阿公 自己不吃飯 都給了兩元的徒弟 他交學費 上來 沒有收學費 還要晚上 還要鋪上烹粥 為什麼要吃夜粥呢 因為那時候始終 娛樂少 如果不是去武館 跟著一些比較年長的 我們叫長者 現在叫長者 他們很容易去 入了一些 壞的想法 以前可能有其他 不是吸毒 那時候很多人 很多人會去到那些地方 沒什麼玩 被人誤入歧途 阿公就帶著他 你來學習 強身健體 沒什麼做的 我帶你去魚欄 做事 給你一份工作 看著兄弟姊妹 你沒有剪頭髮 給你五毛錢 你去剪頭髮 那他完全關愛他 連他的家人 就變成一個 其實是一個濃縮的小社會 一個地方 一個武館 其實是一個大家庭 一個大家庭 很好的 驅學民亂 即是我阿公 他們教學 四幾五幾年 一打日本仔 就下來 開始開武館 教徒弟 教到八歲 到處都有很多徒弟 是很敬重他的 那種是當了有個老爸 我只能當阿公 像我爺一樣 這種是很有親情感的 這種是我們叫做 都是關帝的精神 中用人義裡面 都是講辭校 就是父辭子校 你去尊師重道 你尊敬你的師父 師父又對你會很愛惜你 這種就是我們中華文化裡面 一種人民精神 所以我經常覺得 好像 是不是對你們這些武行 有一種不太公平 譬如說 政府去發展中華文化 宏洋中華文化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透過 宏洋 各術 不同的流派 或者集成一個大家 去令到全香港的人 對各術都有一個更加不同的看法 絕對有用的 因為我們剛才都說到 我們好像搞農屍節 以往 武龍武師 被人感覺都是 出去收禮士 去曹苑巴弊 但是自從我們搞農屍節之後 其實整個局面變化了 就好像學校 接納了我們很多 我們也教很多學校 你說如果武術這方面 以往經常覺得 你打功夫當然是打架 那些白眼仔 其實不是的 我們很多高級官員都有 學功夫 學太極 氣功 我最記得是氣功 還有氣功 床山泳春 政府很高級的人都學這兩種 所以我們覺得 絕對是值得推崇的 應該我們的首長級公務員 都不是氣功 就是泳春 很普遍 絕對很普遍 所以應該值得大家聽完節目 幫忙普羅大眾也好 我們的官員也好 幫忙 繼續傳承我們這麼優秀的 中國傳統文化 不過我聽完之後 譬如在你們武術界中 那種專師重道的精神 其實也是等於 儒家文化的孝道 絕對 這個概念 其實你推廣下去 我想了第二件事 其實國家以人為本的政策 和西方那種所謂的民主思想 是完全兩件事 沒錯 我會看到 中國政治的先進 就是我們國家 是以人為本 也是以這種傳統的 我叫做關帝精神 人義 忠勇人義的精神 今天很感謝阿邦 你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泰邦 謝謝各位 以上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上節目內容及製作 由客戶提供 與本台無關 FM99.7至102.1 新城資訊台 值得的期待 Blue Coast 港島南港鐵站全新地標住宅